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传统 大一点的话就是台湾的传统表演艺术和湘埔的表演艺术 我们上个礼拜谈地方戏曲 收到的地方小戏原生的一些图鉴 最多的就是踏窑 也就是说湘埔的歌养结合湘埔的舞蹈为它的美学的基础 这个形成的比例可以说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这是最大宗的 所以它的这个艺术特色也呈现在太阳上边 北方的广大的央歌 因此形成央歌石 长江流域有花谷 所以形成花谷石 东南采叶 东南采茶地区 有采茶歌 所以采茶石 西南呢 在元宵的花灯 花灯的歌舞 所以就形成花灯石 这可以说是以踏窑为基础 产生的四大地方小戏的类型 也就是说像这样 它就是以歌舞为主 它的艺术特色就是歌舞 另外也有一些有武术杂技的 那它的特色 当然就是古术杂技而种 也有以这个什么呢 闪烁 继承的是宫廷的传统 幽灵的传统 那么它就是以闪烁的古迹辉 可以说亦奉建于古迹辉 这是第三条路 另外还有什么 从民间的一种宗教仪式 产生出来的这个挪移小戏 挪移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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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观念里边 没有形成挪移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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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当然 它就有这种 宗教的这个仪式的特色 还有收唱 还有收唱 由收唱 小型的收唱 形成的 这些都占了 比较小的部分 那么 对这些小戏 它会 随地之声 但是也什么样 随时而眉 它 发展出来了 但是它没有进一步发展 时过境先 又消失 所以可以说 是随生随妹 那么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小事 它发展成为大事 发展成为大事 这个如果拿枪系来说 几个比较重要的枪系 那就是 首先要了解 邦子枪系 邦子枪系 邦子 为什么叫邦子呢 因为它原来只用打极乐 用一块枣木 挖空 敲极这个来杰作的一种 民间的歌舞 也就是踏摇那样的形式 地方枪调 地方土枪 它的原生啊 它的原生啊 我认为是应当在现在的甘肃的东部 叫龙东 龙东 陕西的这个边缘 的龙山 所以又叫龙东调 但是它生命力很强 发展成为怎么样 成为 展西邦子 山西邦子 河北邦子 河南邦子 山东邦子 而且 每一种这个像山西邦子 又分了好几种 像这个 嗯 近北 近中 近南 各有它的不同的体系 像河南邦子呢 也有南洋 调 玉西调 玉东调 又分了 几个分支 山东也一样 但是是统一在这个邦子枪系里边 这是 发展为 地方 大系 就枪系而已 啊 就枪系而已 最重要的是 邦子枪 那就聚总 邦子枪系 在河南 就叫 河南邦子 对不对啊 河南邦子 现在被枪为 玉剧 拿那个 省份来说 啊 就这个 巨总来说 玉剧 也成为全中国 流泊 最广的地方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由易洋枪啊 变化 形成的 比较高亢的这个 这个 这个腔调 那就高腔系统 高腔系统 还有一种呢 是由西皮奥法 形成的 皮房系统 还有就是 最古雅 一直呢 明代 绵营到现在的 昆山 昆市 昆山昆市 昆山昆市 他的巨种 也叫昆巨 像这些呢 是 主要的 这个 大巨巨种 而成为 体系 成为 体系 不成体系的像 武北的 滑梅县 就产生什么 滑梅调 滑梅调是地方小细 和发展成地方大细 黄梅细 包括东北的 二人传 本来是两个人这样子跳舞的 现在变成了 黑龙江的这个什么 代表巨种 龙江记 这个都比较地方系 而不成体系 我们台湾的鸽子系 也是从闽南的怎么样 闽南的这个落地勺 落地勺 现在发展成为怎么样 可以进入国家剧院演出的地方大事 客家戏 原来有三角彩茶室 三个演员 现在被正宗星把他怎么样 发展成为客家大事 诸子类的 泛容非常广 我写过一个大部头书 《地方戏曲概论》 三名书籍出的 当然我是从古到现在 好像有一百多万 所以各位要真正了解 就把这个书 提刚切眼看一看 可见它的丰富性 丰富性 因为学企快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来谈台湾的 这个乡土的表演艺术 当然以戏群为主体 其他物代说明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 传统的音乐 收场这些 给各位这个民党 看似的认知 下礼拜 我们到下礼拜 我们到下礼拜 结束追关 再下礼拜 我要出 到这个福建师大 去做一个 系列的五次的讲演 在这期间 会担任我们一次的课 可是我会安排一个 让各位很有趣味的 就是目前台湾最著名的 收唱艺术家 我指导的博士论 他就做收唱艺术 黄友兰的 这个什么什么 蛤 不过他那个剧团叫什么 哎呦 本来忘了 大汉 大汉 什么 雅齐之类 就是 收唱艺术 收唱大 他现身说法 现身表演 这个 他免费来为各位讲解 真要请他就很麻烦 还要这个申请 所以 大概 他讲完以后 我们 课程大概结束了 在还没看录影带以前 我先给各位做一个演言 我们 我们 台湾 所来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文化里边的最主体的这个艺术 这种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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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要消亡 一定先消亡 先灭止你的传统文化 所以日本人 当年要把台湾变成日本人 他的黄云化运动 是费了多大的功夫 先向你台湾老百姓 穿日本人的合法 把台湾的寺庙祖先牌位 通通废除 烧毀 我还记得我们家的祖宗牌位 都藏在地瓜籤堆里面 那时候穷啊没有米啊 都是地瓜籤 晒干地瓜籤 神像祖先牌位就藏在里面 因为日本人要检查 可日本人要什么 通螺都搬出来 那时候演的日本戏 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说 演鸽子戏 也要穿日本的合虎 日本的武士刀 可是我们老百姓怎么样呢 日本警察来了 坐在后面面 开始穿合虎 拿武士刀 日本音乐就出来了 日本警察过去了 台湾歌子戏又出场 那你们说不会被抓到吗 不敢说完全没有 很难 因为在这个寺庙这里演出歌子戏的时候 布下的哨缸啊 是四周围啊 看到日本人有什么东西 啪啪啪啪 就传递过来 是这样在维系自己的 的这个艺术文化 一种民主的这个什么呢 可以说民主意识的根源 是如此这般的 所以 你在这块土地上 不了解自己的过去 也实在是可笑的 当年 我32岁的时候 参与 以我们中文系护教授的身份 参与大一国文的这个什么编子 我就强调 要把台湾史里边重要的篇章 做护录 给学生 当课外读 老师妹就在课堂上 带着这样的选手 否则的话 像我这两年 我那时候32岁 我对台湾一如所知 我对台湾了解是后来自己看的 自己读台湾东西看 一般高中学生一般是什么 根本明媚无知啊 这是当年国民党要叫台湾老百姓 忘记 台湾本土的这个东西 这是错误的 同样的要我们忘记 我们的祖先的这个什么 乃自哪里 也是忘也是错误 这个和日本人 想要把我们变成 大和民主有什么两样呢 各位要知道 我们读书的人 维系的就是文化的统训 文化的统训 所以 如果政治干预文化 这是我认为奇迹不可 我们的课 虽然在最后才提到 但我们有一个精致的录影带 这个录影带是 在民国七十四年 我为文件会 办了一个民间剧场 这个民间剧场呢 就是汇集汇吹 汇吹 台湾各地 当时候还保存的 传统艺术 传统的表演艺术 传统的手工艺术 和相途的表演艺术 就是相途的手工艺术 汇萃伊鲁 在台北的青年公园 那么大的一个活动区 运用的方式 就是我们讲过的 瓦瑟沟南的概念 这里边 设计各种不同的表演区 使这些传统手工艺术 民间表演艺术 都能够同时展现出来 活动是在每一年中秋节的前后五天 中秋节为核心的前后五天 那么从上午十点到下午晚上十点 节目没有中断过 没有中断过 来来往往进出的观众 最高的是民国七十五年 达到一百多万 各位所看到的这个录影带 是民国七十四年所制作的 后来我觉得 我已经为政府 为我们台湾做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我别人没什么做 带领一些教授朋友 学生 全省走透透 去做一种调查 记录 研究 汇吹起来的一个成果 在民国七十五年的应当是中秋节 大概九月 九月展览完以后 我十月就到德国路亚大学 担任柯博教授 当然 我用中文讲的 不要以为我得稳推 担任柯博教授 这个活动因此停下 后继无人 但是影响力在当时非常大 使得学生都重新再认识自己的传统和乡服的文化 每个大学里边 几乎都有布袋系团 武师团 鸽子系团 等等这些活动 其中有一个布袋系 这个杰出的许王先生 我带领他出国十六次 他自己后来加成三十多次 跑遍世界各地 因为呢 我那时候倡导 以民主艺术做文化输出 你们知道在那几年里边 以我为领队 带领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团体 从北美到中美 韩国、日本、夏威夷、东南亚、澳洲 还有这个中欧、西欧、南非、中国大陆各地 我算一算 四十六次 许多人都说曾永豫大概不读书 跑江 可是后来啊 我要到德国的时候 一口气把它出到四本书 说我是没有时间出书 而不是没有时间写书 这段日子呢 可以说啊 很精彩 也很忙碌 飞机在空中飞 你想一想 这个在欧洲 一个大银桶车 我摔一个团 中文欧洲的这个大小城镇 德国人都没有我跑过的 德国的城镇 我在他们教书 跑过二十九个城镇 后来去布袋士团巡回 又加起来 好像总共四十几个城镇 我说 德国人有这样啊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说 你简直是旅行教授啊 我说是啊 我带领这个布袋士团 鸽子士团 南管院 是这样绕一圈的 这个北方怎么绕一圈 就这样绕一圈 所以我去过大概五十桌里面 大概四十五桌 觉得跑不了 推动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当台湾的这些表演艺术界的团体 不认识我 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我和他们打成一片 那么目前很难的就是这个记录 各位这个记录里边 我把我们台湾的民间艺术 分做两大类培 手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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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制作的方法 做工艺 配上制作的材料 譬如说 譬如说 雕 雕刻 是不是一种制作的方法 手工艺术 那么有哪些雕呢 有玉雕 金雕 银雕 铜雕 石雕 木雕 竹雕 乃至于什么样 皮雕 蛋克雕 豪芒雕 冰雕 果酥雕 你看这一雕就雕了多少 我们调查了有七十几种手工艺术 七十几种 表演艺术 这从来没有人分裂 这从来没有人分裂 我第一个把它分裂 我第一个把它分裂 表演艺术 从最基本的 契约 民间契约 这个都一定要学校 民间契约 像 南管音乐 北管音乐 十三音 十三音 客家 八音 这些都是契约 歌谣 我分做三大类 这个 闽南歌谣 客家歌谣 还有怎么样 大陆 传来的 大陆歌谣 三地歌谣 四大里 歌谣下边 就接到 收唱 收唱我们说过 既说且唱 像 杨秀千 就是既说且唱 说而不唱 就是说书 类似 类似一些大虎 大虎书 收唱艺术 下边就是杂技 杂耍特技 杂耍特技 起源都非常的古老 类伯非常的繁多 从汉代 尤其瓦瑟 郭南里边的表演艺术 各位如果读过这篇 我写的文章 发给各位讲义 你们就知道 他的类伯 七八 就六十几种 其中绝大部分是杂技 现在 台湾戏曲学院 戏曲学院 也有 杂技学系 也有杂技团 我们中国的这个 杂技的这个 我不要语言书 在世界是相当有名的 相当有名的 然后就是小西 小西呢 像在 这个 我们目前台湾所存的 鸽子系的全身 就是落地上 落地上 也就是银南 现在还保留在 宜南 和罗东一带的 这个 老鸽子系 老鸽子系里边 有的已经要 进化为大系 但基本上 还保留 小系的 这个面貌 客家系 目前呢 在客家 还算 主体性 就是客家 三角 彩茶 他们有说 常常还会比赛 客家三哥 客家三角彩茶 西 还有 南台湾 我和各位说过 在新营还有什么 竹马市 新营的竹马市 在台南高雄一带 还有车谷市 台南车谷市 在台湾的 在台湾的 大市 传统的大市 历史地位最高的 就是 我们一般称的 南管市 南管市局 南管市局在大陆 目前称作 称作离元市 称作离元市 离元主地的离元市 这历史地位相当高 可以说 目前世界上 最古老的巨种 而保存的 那种传统的面貌 不是在大陆 而是我们台中的 哪一个呀 杀戮的 和和意愿的 吴树霞 我既然跟各位说过 吴树霞如果没有我的话 他也做不了民主意识 他也做不了民主意识 南管市 的种子 就断了 我当时极力把它维持下来 他们很好在沙路 维持在一个很传统的 南管 那种戏曲 它的古老性 传统性 我去全桌看 全桌已经 没有到我们这样的一种传统 另外还有一种 如果传统 这个离元戏 就是我们所说的雅部 像昆曲那样雅部 那么保留到目前 最古老的 那个花固 恐怕还是台湾的北管市 台湾的北管市 台湾北管市好问题 是超过批凡的 独老 他甚至于是可以追溯到我们说邦子系的源头 龙东是怎么下海到现在 你们知道有一句话叫 李师啊怎么样 求主也 流过地去的 对于那个 他原生地的人 他就保存了 可是原生地的他反而会受到时空的变化 变成一种质变 反而呢 不如 流过去 如果各位呢 也将来有机会到 美国的那个 卡那汤 你看广东人在过年过節的那种 仪式 生活过年过節的仪式 才是他们移民的那个时代的仪式 我们现在 广东地方也看不到 台湾也看不到 啊 所以 台湾 它问题 是宁南 艺术文化传过来的地方 那为什么 福建 又保留整个中国最古老的 这种艺术文化的渊死呢 为什么呢 这就和 无间地 环境关系 我们中国三次大变乱 一个 施卯是不僵 五胡乱 润卯逃乱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 历史呢 敌人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北方 所以就往南逃 逃到了福建 要进入福建 容易不容易啊 三面都三面 你们如果搭飞机啊 从这个 江西要飞越啦 到福州啊 你看看 那个 中间的那个 山漫有多高 如果从北方逃来 要越过这个高山 好 我这里说水路 水路的风陶有多尖 从温州这样过来 所以 中年的传统艺术文化 包括 我们所说的大曲 一传到了 福建以后 就在福建 出不去 逃乱的时候呢 冲过来 对不对啊 住久了 要出去就拖了 直到这个什么 明清以后 才往南远 才往台湾 所以 保留我们 中国的艺术文化 最丰富的地方 是在福建 和这个有关系 唐代的这个什么 皇朝之段 对不对啊 王省之兄弟 率连的 做敏王 对不对啊 也是一纸 那金人 灭了北宋 南宋 南宋的这些贵族啊 这些 逃到福建的也很多 包括这个什么 朱熙啊 燕真青啊 等等 所以 福建的文化 在宋代 南宋 是最发达的时候 有海滨周武之称啊 这种历史现象 也使得 无间的这个 传统艺术文化 保存那么多 啊 台湾传到台湾来 可是我们台湾呢 欧峰美女 受到异族的统治 吸取多多的灾难 所以 这个 有一阵子呢 是 几乎都 任其 吹长 直到 我们的经济 开始进入 所谓 四小 大陆 文革 摧毁中国文化 蒋介石先生 倡讨文化复兴 我就在 倡讨文化之心 复兴 蒋经国 还有孙运选 那个时代 我参与了 台湾的这个 文化的 这种 调查 可以说 步行运动 大学教授里边 中文系 不是催你 我几乎是个代表性文 因为中文系 原来都是在哪里 在图书馆 但是我的观念 天定都是学文 不一定只在图书馆 所以我们的课 开始的时候 告诉各位 我们研究戏区 光资料 来自于 几个地方啊 五 五种资料 这个观念 就和大陆水準 绝对完全不一 但事实上 是这样 就对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各位来看 民国七十四年 算一算 现在民国一百 零几年啊 一百零八 五 三十五年前 是三十五年前吗 对 三十五年前 是從一千六百多分鐘裡面 剪輯下來 原來是文獻會作為對海外的一種宣傳 國賓來了 沒什麼給他看見 他們就會覺得好奇 因為他是一個在台灣傳統和鄉土藝術文化的一個最具體 最豐富的一個會催 各位認為就好像我們吃 上館子 吃拼盤一樣 大家覺得這個拼盤裡面 有哪一道菜我很喜歡 咦 再要講 你看 所以他靈動性挺快 因為會催不能夠這個時間太長 所以大概有三十三分鐘長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發揮了一個讀書人 把所學 然後為自己的傳統藝術文化 鄉土藝術文化 真正在做事 你猜我怎麼推廣呢 把這次民間藝術人第一流的 簽字掛電話給各大學的朋友 我的先生 許我安 給他安排個講演 示範講演 等等 所以這些民間藝術人 深入各大學 在台大我還要弄哪 我沒有禮拜六 因為禮拜六 我向我們 這個 學校 學校給我十萬塊 一個學期 辦五次 你看那時候 兩萬塊錢 我給這個 講演者 還有其他 綽綽有壓 學生都來聽了 就在那個 我們文學院的那個會議上 每個禮拜六 進去的示範演出 什麼的示範演出 所以才鼓起這個 整個校園裡邊 重新重視 本土傳統藝術文化 封場 文建會當初的主委 我出了一個書 說明一 他在序文裡邊 特別說 就是影響所及 各級 各級 學校 這個算是這個 政府機構 都效法了 我們民間劇場的藝能活動 所以 那時候的這些 啊 原來在民間 沒有人理會得這些 這些 我都稱他們的藝術家 而不是這個 鴿子戲演員 也不是什麼啦 工匠 给他们一个地位 同时请教育颁发新传奖民主义施 教育部觉得每一年办这个的话太烈了 想要废,把他废掉 我说不可以 你废的话,就正如倡导的重视者 我有一些朋友不要说他民主 也觉得同意他们把他停止 我维系了十年 直到我出国去了 不知道是出哪一国 回来的时候被停掉 民主义施,我当时争取 比照大学教授的薪水 而不是政府规定的副教授 我说,这个教授们接着啊 民主义施呢,他百中无一啊 他一辈子的这个绝活都在身上 不能小看他们 没有我们学院读书的这个 人生的这个什么呢 承受的路途是许许多多的 所以同意 后来怎么样他 六万块一个月 六万块也还好 在那个时代 六万块大概也就是教授寻求 民主义施的 帝子圆 就是跟他学的 我比到古今博士帝子圆 说这个 不能拿寿司班研究生的代理 博士研究生的代理 所以那时候的这个 跟着医师学的这些学员啊 好像一个月也有两万还是一万啊 我记不清楚 所以就产生这个什么 大家社会的整个观点 重视 这些医师呢 到处受欢迎肯定 你看文建会主委 在主持这会议 李天路 是坐在 我的上头 我还坐在李天路的下头 尿穹之 你看得了奖 得多少 我如果和他比 我都输他 因为他怎么样 他声望很高 就这样子在民间里面 这个是一个 就在我们社会里面啊 走上一个很正常 正常化的一个现象 可是现在呢 我总觉得 我做一件事 总要告一个段落 有些人说 你在出来的时候 哎呀你们知道有个成语叫 重做彭录吗 啊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事情 不是靠一个人做的 但他们说 可是没有你的号召力啊 没有你的这个统和协和力啊 我是必然江山有查人主 可是到现在 下一次我们过去了 居然还没有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 很遗憾 你看后边不是挂了好几个 那公司得大学教授的朋友 都相对杰出的教授 我们是一起 我因为是 两个身份 年纪比较大一点 大一岁两岁 大一岁两岁 大一岁两岁就老大了 对不对啊 何况还就久等到回 所以久等到回呢 不只喝酒而已 不只喝酒而已 他是在人间的愉快里边 志同道合里边 来真正奉献这个社会 享受这个社会 这个人生 这个因为各位看了这个 怎么一个回顾 下个礼拜 我们要谈的 歌子戏 来龙去梦 现在情况 南館 有什么历史地位价值 价值在哪里 现在又怎么样 北館 我们台湾保留北往 我们台湾保留北往 为什么超过 京剧的CPL 更加有他的 艺术文化的地位 而我西 我西的历史 我简单 我也写过一本书 我西的历史 简单 我西原来是怎么样 什么时代 做什么 我西为什么成为世界的艺术文化 我们中国的我西 为什么可以成世界第一 把这些简要的 告诉各位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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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